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 大数据资料分析应用 在这个课程中呢 我非常喜欢应用的方式 也就是说 我希望您上完课 是能够应用到自己的资料 然后来去观看数据隐藏的真实的意义 我在这边我会以实务交奖的方式 一步一步带着您一起来去观看这些资料 还有享受大数据的技术 我的所有的课程范例讲义呢 都放在这个位置 httdsm号写线写线 go.go写线 YPZRXT 可是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R是要大写 P也要大写 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游戒 大数据分析 如何操作 如何应用 去让各位了解之后呢 能够应用在自己的资料中 我还有提供我的LINE 还有WeChat 都可以让你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跟我有更进一步的咨询或者是教学相长的机会 这个同期比较也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我们像例如说我们的资料2013201420152016我就想要知道说2016年各月的一个表现情形跟2015年各月利润的表现情形 那我们因为要比较嘛 所以用折线图来去呈现我觉得会优于所谓的直条图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 我们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当然就是要去做什么是 增加一张新的视觉画爆料 好 所以点选这个加 在最下面哦 最下面 点一下这个加 然后 接下来 好 我们就做同期比较好了 所以直接把名称换成 同期比较 然后 接下来呢 各位 同期比较的画法 同期比较的画法 因为它不是很困难 可是 它有点小变化 所以我们常都带各位做一遍 我要做同期比较 所以我的轴 我的轴 X轴呢 是月 怎么做到月 因为我们预设的订单日期 日期的呈现方式是年啊 所以呢 我们要跑到月 所以怎么样做呢 就是我们要用什么 多向下探索 好 首先呢 我们应该用折线图 就是 也应该学到别种图 这个折线图 这个折线图 轴 轴是什么呢 好 轴就是我们的订单日期 可是这是什么 这是年 对不对 好 我们是不是要向下探索 再向下探索 才会到月啊 所以是要用这个 多向下探索这个工具哦 好 点两下 一下变成计 再点一下变成月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要勾选利润 他就呈现出来 这是2013年1月 加2014年1月 加2015年1月 加2016年1月 那这样子 是不是就不能比较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有4年 他应该画出4条线才对 所以怎么画出4条线 在这边 视觉效果里 有一个叫图例 图例就在讲这件事情哦 图例 好 就是我4年嘛 我就一年一条线 来去呈现 这就是图例在做的事 所以把订单日期 要用拖曳的方式哦 订单日期 拖曳到图例里面 而且现在是什么 现在很多个点 对不对 他就是 你说2月1号 2月2号 2月6号 2月7号 之类的 我们要把它改成 图例 要改成年 也就是改成日期阶层 它就变4条线了 所以 这张图 最特殊的地方 你要做同期比较 其实很简单做 然后 然后 你只要知道图例是在做什么事 大家不妨也 就是说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好 你也可以用以下 例如说 把每一年的 就是各月的资料 要先算出来 然后呢 那就变成说 4年 4年算完之后 你再去画这个折线图 也可以画出这个样子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我完全没有在做计算 我只是用大数据分析的技术 它的技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好 而且 而且 而且你公司要是下错了 是不是就会 划错 我现在我根本就没有下公司 所以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错误 好 我们为了上课方便 把这个字啊 把这些字 要辨清楚一点 而且 折线图里面 有些很漂亮的 像古典图 我想要请你们学会 古典图的绘制 所以呢 我们一样先把这个格式做一个调整 这个同期比较的折线图呢 去格式里面去做调整 首先当是X轴 X轴我的色彩稍微深一点 然后字大小14 然后接下来字形啊 字形 接下来呢 X轴设好了 当然就是要设定Y轴咯 Y轴一样 我们把字形大小 所以大一点字的颜色是黑色 黑色 字形 我要Black 好 接下来呢 各位 线条 我们是不是希望稍微粗一点 因为 这边了不起就是线 所以呢 我们把线条设粗一点 怎么设粗一点 它叫图案 图案 所以 请把这个图案 的这个笔触 宽度 设 例如说设到6 这线条是不是就比较扎实一点 比较粗一点 再来就是 我喜欢哦 我喜欢这个点 这个点 要很明显 有人甚至会把这些点啊 画成什么 三角形 或者是方块 好 那我在这边呢 我要显示标记 所以请把标记这边打开 然后标记 标记这边有很多种 你就可以自己来去选 然后接下来呢 标记的大小 例如说我把它设成12 线条等一倍 好 这样子圆点是不是就会比较明显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可以了解了 这件事情 那 需不希望说把那个 资料标签呈现出来 可以啊 资料标签 现在是关掉的 把它点一下 就打开来了 资料标签 但是资料标签 这太浅了 所以我们把这色彩 色情深一点 还有 它的字的大小 稍微色大一点 方便我们来去观看 然后字形 好 重点 重点是哦 这样子的内容 老板 老板日理万机 就希望说他看重点 因为 如果是 两年的比较 跟四年的比较 当然四年 会比较复杂 四年比较的图 会比较复杂 所以 如果我们要清楚的呈现 近两年 近两年的比较 这个时候 我建议 我们就应该去学 另外一个工具 另外一个工具 叫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 只呈现 只呈现 例如说 老板想要看两条线的比较 就让他自由去选吧 好 所以 这个古典图 我就先暂时介绍到这边 因为等一下呢 我想透过 大数据分析技术 它很重要的 联动分析 我把交叉分析筛选器 放在右边 那 由 操作者 自行决定 他要比 拿两年的资料 他就可以自由选择 来麻烦请各位 花一点点时间 去把这个 古典图给做好 古 古是 古头的那个古 然后点 是那个 点线面 那个点 点心的点 古典图 好 接下来我就想要用一个工具交叉分析筛选器 让 让这个画面 这个 自觉化报表的 操作者 自行决定 他要比较 哪两 年度的 那个 内容 好 那怎么做到交叉分析筛选器呢 我在空白的这个地方 点一下 我想 我想就画在这个地方 好像有点像那个 选择器 然后一年度 有来去做选择 然后 交叉分析筛选器是这个 它有一个像漏斗那个图示 所以稍微找一下 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点选什么 点选这边 这边有一个叫做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可是你应该要记住 就是说我们不太可能请别人来去选 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 但是我有看过有很多的软体也在做这件事情 好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要把它改成什么 日期阶层 日期阶层会比较适合 日期阶层 好 例如说 这边可以看到是年嘛 所以2013 然后稍微往右边拉一点 就变2014了 然后再往右边拉一点 这就变2016 那你会说这样就做完了 可是如果我要比的是2014跟2016这两年 请问你要怎么设定 你就一定会跑出来2015啊 好 所以最好是把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改成什么方式呈现 自由选年度 所以我们用成清单的方式来去呈现 那首先 首先在这个地方哦 右上角有一个叫做交点模式 交点模式 我们请点这个交点模式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年的最右边 年的最右边 是不是有看到一个往下的箭头 请点它然后再选清单 它就变成2013201420152016 好 在年的最右边哦 最右边 有一个往下的箭头 它叫清单 夏拉斯清单 之间 小于过等于之类 好 其中我们要选清单 然后点选回到报表 这个字好小 等一下我们再来调整 你看哦 点选2016年 嗯 它就只有2016年 这边只有2016年 Ctrl键按住 键盘 左下角 CTRL 这个Ctrl键按住 点选2014 你看 现在是不是就两条线在这边 是不是比较方便我们来去做比较 至少我们看到那个 紫色在上面的居多 紫色在上面居多是代表2016年 好 那我们现在重新选2015 Ctrl键按住 点2016 我们来去看 这两条线分别代表2015跟2016 那2016年好像大部分都在那个 就是紫色 紫色线都在橙色线的上面 好 通常我们在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会以2015年为一个就是比较 那也就是说2016年要是比它高的 好我们会先报告出来 就是2015是当做是一个基准 也就是说我们在1月1月2月3月5月6月7月9月10月我们的什么 利润的销售都是高于2015年的 这就叫同学比较了嘛 可是呢 在4月4月哦 还有8月11月12月是书前期的 好那既然有书前期的话 其中尤其11月书太多了有看到吗 所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会不会想要知道2016年10月到11月到底到底是哪一个哪一个产品啊哪一个地区啊让利润下降最多 好我想大家都想知道 所以不用再算了 直接用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点选 滑鼠右键点选这个点 滑鼠右键 分析有印象吗 说明减少的情形 他就去说明说 从10月变到11月 对他是减少 然后到底哪些减少 这边他就在告诉我们自动分析告诉我们这件事 所以你说自动分析好不好 应该还不错哦 应该还不错 你看少少57.05% 哇 这实在是少太多太多了 好 而且而且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去看一下哦 主要以各地区来说 西南地区是成长耶 可是其他全部 其他有四个趋势下降 好 这其实不太好 这个现象其实是真的很糟糕的 然后这边 越出来好多 尤其是湖北地区 湖北地区的减少 最多 好 那自己剩下回去看 那其中交叉分析筛选器还没有讲完 我们要知道哦 有时候我们会在这里面看到全选 所以你要知道说全选这个选项怎么出来 还有这字是不是很小 字很小我们去哪里设定 或者是我要叫出全选 全部都在格式里面 对 连选格式 好 要点这个表 这个表的格式哦 然后它叫做什么 假设我要项目 这个几个项目字大一点 项目在这里 所以呢 那我们就把字稍微再大一点 好 然后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们来去 点这个 选取控制项 选取控制项 首先 这个 以控制键进行多重选取 请关掉 为什么 为什么 要把控制键 刚刚不是选了2016 我想要再选2015 我可以加按扩错键 它就可以方便让我选到 可是各位要想到说 这个49号发表到时候 我们是不是需要 在哪里使用它 可能有些 展观它是 用手机或平板 来去操控 手机跟平板 没有扩错这个按键 所以 这个选项 多重选项要 关掉 那关掉之后就变成 点一下是开 再点一下就是关 再来 显示全选选项 请打开 哦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有了这些内容 例如说 当我点全选 嗯 全选 四个年度的线都在这边 那请问一下 假设我今天 我不要2013 我也不要2015 所以我就再点一下它 它就消失了 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全部交由给那个观看者 例如说 主管 主管 他想要看什么 就给他自由来去选择 好 然后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可以及时来去沟通讨论 这张图所呈现的意义 好 这就是要跟各位去说明的一件事情 好 交叉分析筛选器 你掌握了吗 好 什么叫类别分析呢 举例来说好了 我们有好多好多客户 对不对 这么多客户里面 到底到底谁是好的客户 谁是不好的客户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介绍自动分群 这是我刻意这样安排 就是 其实那个分群是机器学习 预测也是 好 那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类别分析 就好像说 我们现在新冠肺炎 还有一般的流感 或者是 或者他不是流感 他就是一般的感冒 好 所以呢 这些都是需要分类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怎么做这件事 然后呢 我们先来去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类 趋势分类 好 首先 增加一张新的图表 记住哦 这是联动关系哦 我是透过联动关系 在讲这件事情 好 增加一张新的资料报表 我们来去做一个类别分析 我们来去做一个类别分析 首先 我要画的图 因为要做类别嘛 所以我想顺便先教一下 我们有多少客户 那以前我们可能是用写韩式 现在我们韩式也不用写了 他有提供一个功能 叫卡片 社会找一下卡片 卡片在什么地方呢 卡片它长的就是像那个这个 这个 1 有什么123 这个图式 卡片 卡片 那接下来呢 我想知道我们有多少客户 既然我想要知道多少客户 我们就点客户名称 点了客户名称之后 他这边这个栏位呈现的是客户的名称 或者是什么 上一个客户名称 他这边还有什么 计算次数 这个计算次数就是说 我每一笔订单一定会有一个客户 那我有一万笔订单 是不是我就有一万个客户 对啊 好 可是我事实上不是要去算多少笔记录 我是要算 我总共这个相议的客户有多少个 所以我这边我们要用的是 技术相议 也就是说 假设丁军 他出现了十次 就是跟我们公司往来十次 我们也只把它当作是一个客户 好 所以我们总共有多少客户呢 771个客户 好 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有很多很多客户 好 这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很大问题 蛮简单去算的 他的韩式叫做C-O-U-N-T 然后再加一个D D Distink 好 那我们接下来哦 我们就要来把这771个客户 他跟我们公司的关系 画出来 好 你看哦 这个客户 这个客户啊 我们有很多很多客户 然后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 好 那你应该可以知道就是说 客户跟我们公司的关系呢 我们是用什么 用像销售额啊 还有购买的数量 数量也是有关系嘛 数量 或者是说 他有没有打折 还有利润是多少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哦 用销售额跟利润 来去说明这件事情会比较好 所以 在空白地方 空白地方 我们来去画 各客户跟我们公司的往来情形 这个往来情形 我用的是销售额跟利润 好 点选空白地方 然后点这个散步图 散步图 稍微画大一点 好就是这边有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范围 我可以去做这个散步图 然后呢 首先首先这是第一件事情 我们画散步图 第二我们去勾客户名称 就这771个客户 好 然后呢 我们来去画出来 这771个客户 他的一个销售额 销售额 所以在销售额 左边这个框框里面打勾 第三个动作 这边有771个点 然后接下来呢 然后接下来呢 他会自动把这个销售额放到X轴 再勾选利润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什么 什么情形呢 销售额跟利润 那这里面有771个点 这些点可以构成我们 就是客户跟我们公司之间的关系 例如说好了 这个客户 这个客户 这个点 这个点 他其实代表的意思是 销售额很高 利润也很多 所以你觉得他是好的客户 他也是不好客户 他是好的客户 那请问一下 这个点 这个点 这边是不是代表销售额很高 至少到超过50个千 也就是5万 可是这边是负数 我稍微把这边的颜色 就是X轴跟Y轴的颜色 稍微凸显一下 让各位观看一下 你看 色彩色 黑色 然后字形 一样色 Areal bike 然后这个Y轴 Y轴也是这样子设定 Y轴它的文字大小 射成14 然后接下来就是颜色 射成黑色 然后字形 射成Areal bike 好 这是负数耶 这边是负数耶 所以这个点好不好 赔本的生意 怎么可能有人做 可是 会不会真的有利润是负的 有可能 他实在太会凹了 所以 所以这个客户算 好的客户还是不好的客户 好 这个叫卢奥克 是不是 好 因为第二个字不会念 他叫卢什么 卢颜 还是卢音 还是卢暗 还是卢暗 还是叫卢奥克 就做好了 好 可是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里面 这么多这么多的一个 771个客户 我们是不是想要把它分类 分出来 那个 好的客户 或者是不好客户 我们先来看一个 黄金法则 就是这家公司 跟客户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用趋势线分析 趋势线分析 这也是一个重点 在效果 就是这一个图上面 我想要去做趋势线分析 所以分析的工具在这里 趋势线 第一个 好 1点选这个分析 2点选趋势线 然后打开了 3请点加入 做完了 这个趋势线的色彩 有看到吗 好 它就只能设成这个样子 可是 至少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件事情 它就是 慢慢的增加慢慢增加 从零这边 慢慢的往右上增加 请问这代表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销售增加 利润也增加 对 你看像有些便利商店 超市跟便利商店 其实是不是很像 像 例如说 超市 我们会不会有什么 第二杯咖啡 半价 的优惠 就是 它鼓励你在多买一杯 对不对 像那个 那个 饮料 饮料也有 饮料 例如说 本来一罐是20块 然后呢 他两罐 他就打 例如说 变成36 好 那 就是鼓励我们多买就对了 因为多买会怎么样 增加公司的利润 那增加公司的利润 这就是这家公司的生存之道 所以 他的一个策略就会尽可能拟出 就是鼓励大家提高销售额 对不对 好 这我想应该是不能去理解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这条线以上的是什么客户 例如说 这个客户 我们 我们应该讲 他是 他是什么 他是利润超过标准的客户 而不是销售额超过标准 销售额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销售额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可是 这个是在讲利润 利润 因为销售额在这个地方 他利润应该到这里 可是他的利润是不是有超过标准 所以 这边都是有获利的客户 也就是对我们来说 就是好的客户 好 那这上面是好的客户 这条须线以下就是什么 不好的客户 好 请问一下 当我们今天有新产品 新产品问世的时候 你是要找好客户来 红厂 还是要找那些就是不好的客户 让我们利润下降很多 当然我们要找的是好的客户 好 我想 我想各位稍微了解一下这件事 但是 但是还有一个观念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其实这个零 这些客户 这些客户 其实也不能说他是不好的客户 他只是利润比较低一点 可是他至少还是有利润 对不对 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继续来观看 所以这张图应该没问题 只是 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去 清楚的来去找出来说 这个客户是好客户 还是不好客户 好